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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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我也观察过 无论是观察 生意场 或是那个国外的 PMP公司 我都觉得难以失业 所以回头想想 当初我回国 也许是一时冲动 所以我还是任教 做些基础研究 会比较适合我 这也希望我来理解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你要走了 我身无常物 无一所分 想带你去看一件 也许你并不陌生的东西 也算送给你的礼物 这有什么地方 发现了 这就是当年 我们昏昏烈烈 上马的那个 五一八公尘 这是工程重地 对 看起来很落后是吗 不久前 这个地方还属于保密基地 门口有持枪的士兵 在守卫 你说 这个工程什么时候上 直到六十年代 那场自然灾害 那个时候 中国人人挨了 这些机器就是 那个时候上马的 当时每人每天 只有二两两只 不要说营养了 连基本的热量都保证了 本来是苏联人原件的项目 后来众所关心项目 苏联人撤走了 所有的基础专家 带走了全部的图纸 我们的基础人员 就是在没有任何 基础条件的 没有任何图纸 没有任何参考的情况下 进行研制的 这些机器 人工用榔头 一锤子一锤子砸出来的 可当时 它梦里的肚子 浑身上下都是腹肠的 我再带你看一样新手末期 来来来 请 这是 这是我们当时的质量装置 我们研制设备平台的核心 是电子管 是真空电子管 有没有印象吗 已经很少见了 电子管工作起来 是有温度的 十分热乎 当时在这个房间里 有整整八千只电子管在工作 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烤箱啊 那时候 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质量设备 跟他们上空调啊 一些身体虚弱的研究员 常常运到在胎子上 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退去 怎么办 有办法 所里的研究人员 每天用车 拉上几百斤的冰 放在这个盆里边 保证机器的正常运转 对了 美国有一个话剧叫 送兵的人来了 当时啊 我们只要我们上班 看见那些送兵的人 我们就会喊 快喊啊 送兵的人来了 送兵的人来喽 有情老女儿 可是我呢 更喜欢阿泽米勒的 推教员之死 我也是 送你这些盆啊 可是立了大功了 strengthen 帮人 我只是 regions 我的 你 还 我 我 你 好 同志 同志 您要的去机场的出租车来了 同志 同志 麻烦把这钱交给司机 您不走了 不走了 我已经到家了 今天的大门 有请范先生 欢迎 欢迎 美丽的鲜花在开放 在开放 朋友们来自软房 来自远方 欢迎 欢迎 热烈欢迎 欢迎 欢迎 热烈欢迎 谢谢范先生 范先生 怎么回事 你不是又回你了吗 好好好 所长 同志们 从今天开始 范先生决定 要投奔咱们天池公司来工作 从今往后 咱们要尿到一个湖里去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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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们要拧成一股绳 大家要齐心协力 好好干 要干出点名堂来 否则的话 我们对不起范公一片报国之心 同志们 咱们有没有信心哪 有 有 要女方没吃饭 助你身影响 有没有信心 有 这就对了 范先生 欢迎你 没说的 以后工作上 生活上有什么困难 我这当所长 一定当好你们的后勤 谢谢所长 下面 我们有请范先生 给我们大家训话 谢谢老大 谢谢老大 谢谢大家 凶话不敢当 五位杂神 百感交集 是我现在的心情 咱们说点实际了吧 我们的公司刚成立 现在最要紧的 就是要研发出自己的品牌 我也想清楚了 彩电显像管 就是咱们的突破口 我希望大家能全力以赴 众志成成 将你们所有的激情 放在你们的工作当中 加油 虚似书 谢谢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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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老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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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车呢 老汪 来了 你干吗呢 弄成一个大花脸 这不是不舍得花钱吗 自己来 老张呢 老张呢 昨天晚上跟范公 又熬了一宿 刚睡着 那也得吃了早点才睡啊 这么有一顿没一顿的 长期下去不是命才怪呢 真是的 马上 是 是 真的 是 是 我们 给了 很好 我 做个人 感谢观看 你不是搞了一个车间吗 我这看 我怎么忘了一跟二进 来来来 走走走 赶紧走 李芳 别洗了 赶紧去 我跟你说 快 快快快 干吗 干吗去 李芳 早点 早点 别乱七八糟 说风就是雨 方光 线路已经接通 是否可以测试了 试试吧 好好 试试 方光 你看 有把握吗 有把握 现在开始测试 等等 等等 你就这么摁了 没电的 电不着啊 不是那意思 这开关怎么一摁下去 成败就在这里一瞬间 知道吗 这什么意思啊 这不老实 你要出什么幺蛾子 这不是出幺蛾子 我是说正经的 这个按钮必须你来按 怎么要我按 按理说我当书记者 不该说这话 但是今天是关键事 我非说不可 你是咱们公司的一把手 你来按 它不成也能成 它周星国一按了 它成了也不成啊 保重 你按 我的手 一 二 三 你按了 你按了 按了 这怎么还是黑的 再等等 要不然 再试一次 是怎么回事啊 好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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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老白 没关系 失败 没关系 不怕 咱们接着干 你看看 我说什么来着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我说什么来着 我让你按你不按 你看这个 行了 别说了 老白 听我说 没关系 没关系 咱们继续试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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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继续干 好 好 好的 好的 再见 北京的班式衙门都是下午五点下班的 对 五点 对了 张震南跟范春家那边有什么动静 我刚查到 真的是太可笑了 他们在研发采电显像馆 就凭他们 你肯定 我肯定 在一个什么街道旁的灯泡墙里研发呢 我肯定的灯泡 找出灯泡墙的灯泡墙 你记得仆泡墙的灯泡墙 遵復 flood 走 走 好 庙里边有一个和尚在干什么呢 在念经 念的什么呢 从前有个啥 啥 这时候就还稀次开玩笑 行了 有什么呀 失败就失败了 哪儿栽倒的咱们就在哪儿爬起来 怕什么 这 这爬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啊 那范工那么大大仙 看着这些东西他都晕了 你 长嘴李方 你带头扰乱军心 向远 给他记下来 这个月李方的工资扣一半 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快 听到没有 咱们就一半了你 你来干什么 不是让你陪范工那儿做饭吗 干吗呀你 吃枪药了你 我来告诉你 范工不见了 什么 什么 谁不见了 范工不见了 哪儿去了 我哪儿知道 老师 老师啊 咱们分头找啊 好 你们几个上那边 好 好 李姐咱们上这边看看 好 好 老板 这这这这这边啊 老板 范工 nickname 注册 红尾 咱们分头 这这这啊 好 这这这吧 我分头 zero 尽很神奇 你他扯了 你他人 我分头 老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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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找遍了 哪儿都找不着范工 要我说啊 干脆也别找了 找也没用 怎么样 怎么样 你找什么呀 没有 三十万也花得七七八八了 彩馆没搞成 老范又跑了 这不是人才两空吗 这不是 你怎么就肯定 范工跑了呢 也发失败了 也没脸了 脚底弯抹油 不刺而别呗 说不定范工 是不是遇到什么意外了 会不会是被绑架了 你拿你那脚趾的 想想去吧 太平盛世 哪儿来这么多土匪啊 你怎么说话呢 那 那 那 你说 范工哪儿去了 都别说了 都别说了 这用人不当 这用人不当啊 那怎么办 这回咱们还能瞒天过海 这所长要知道了 那肯定废都气炸了 纠调幻想吧 好好想一想怎么善后 重要的忘了 这是 关键是检查 好 咱们要全面深刻地 检讨思想上的成功 书记 都什么时候了 先别想着检查 想想办法吧 老张 你 你发个话怎么 老张 你赶紧想想办法吧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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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到如今 各回各家 赶紧睡觉 来 来 老张 你这弄得哪一出啊这是 我没说清楚吗 回去睡觉 据我的分析和判断 范春江是不会跑的 没有动静 就是快乐 我好像已经闻到了成功的味道 你们等着 曙光即将出现 各回各家睡觉 媳妇家等你了 走 紧跟踪可以人 心机不见 让你们回家睡觉没听见 傻呀你们 我说你这不发愁啊 你让我愁什么愁 那依你的意思 我还成天 我得哭啊 几点了 几点 你总得想办法收拾这摊子 还睡得着觉 还睡得着觉 我看你真是 真的死住不怕开水烫了 我总琢磨着 这范光不会跑 这不是她的性格 一定是另有什么 其他的原因 你说呢 那我说 就你这样的 别人把你卖了 你还得帮着人家数钱呢 到这时候你还相信她 我这个人就是爱数钱 钱越多越好 把我卖了 把我卖了也行啊 那一个正经的 这钱折腾光了 家里存的那一点钱 也没有了 我看你怎么跟所长交代 你折腾吧 早晚我们聊聊得也 喝洗澡 听我说了 谁啊 我李放 你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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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么早啊 你这是 找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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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找到了 范光找着了 找到了 上长城了 五点钟起的床 洗了个澡 兴致还挺高 走 走 干吗 长城 咱也去 咱也去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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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终于到长城了 师父 能不能开快点 长发 老长 我问你啊 毛主席是不是说过 不到长城非好汉 成了 成了 离房 成了 万里长城永不倒 千里缓河水逃逃 长城永不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老板 老板 我刚听说 他们研发彩电显像馆成功了 你肯定 我肯定 他们不是在学走路 简直想飞啊 什么 查尔斯 现在离北京的国际电子产品展示会 正式开展还有几天 不算今天 还有十二天 相关资讯你都看过了 我看过了 通过资讯分析 我认为这一次的展示会 对中国大陆而言是一种胜举 但与欧洲北美相比 规模很一般 你马上弄清楚 产品展示场地的租赁和价格 是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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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得到这样 正诺呢 非常 Warren 一如此 一氮能提 allegations 非常雅力庄 就算比他怡排好 hugging he got himself 这张震南可不是小石头啊 心气高着呢 你说两句 说呀 去 也没什么更多的话 想一想 咱哥几个可不容易啊 苦巴巴地干了一年 点灯熬游的 总算有了今天这个成果 我也说句俗话 讨饭讨得久 才能讨杯酒 细想一下关键是什么呢 我们有所长这个好的后台老板 否则我们连西北风都讨不上 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 我跟你说 你这句话有原则性错误 我不是你们的后台老板 后台老板是整个电子研究所 好 感谢大家 怎么了 向妍 向妍 老官 怎么了 慢慢来 别着急 慢慢说 怎么了 你们不是参赛去了吗 怎么回来了 我们的彩馆 在全国彩电显像馆 规模评比大会上 会上怎么了 走 说 我说 我们的彩馆获得了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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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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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 他们研发的踩馆还获了奖 肯定没错 好 我知道了 好 果然没看错人 老大利亭丽 日亭丽 多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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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也有花年 天晴儿 彩色宣传馆 一登奖 一登奖 咱们这 喂 天池公司 过带 过带 陈小姐 过带 不刚才告诉你了吗 我们张总不在 是 那您稍等一会儿 张总 是香港PMP公司的陈美山 让你接电话 那以后再说吧 再见 小娘 大伙都听到了吧 只要有点腥味 这猫马上就扑上来了 咱们是谁啊 天池公司 咱有范公这样的扶龙凤厨 咱还怕谁啊 是不是 就是 他算什么呀 他算拉的哪套娇皮车呀他 李总 这玩意儿先跟我们家共识 咱先照顾上 来 陈总 这李总 照顾 照顾 我看着他我睡得着觉啊 你说这像话 连陈总 连那电话都敢挂 这不就连骑马的礼节都没了 这很正常 你见过喝醉酒的人吗 只有酒醒之后 才有可能让他冷静下来 你的意思是 让张震南行行酒 孙子兵法有一句话 不在而去人自兵 怎么样 集体兴奋了吧 当然兴奋了 未来等这一天可真不容易 张震南没说下一步战略步 就是什么 对了 P&P公司的前北山来电话 说要跟咱们公司合作 你猜张总理呢 把他电话给挂断了 不是 这P&P找上门来合作 这是好事啊 什么好事啊 P&P公司有什么了不起啊 咱现在可是皇帝的女儿 不愁嫁 走吧 有人放心 这边刑事一片大好 比预想的要好很多 对对对 哦 这个三五三六三十七号展台 刚刚已经租出去了 是您领导有方 好的好的 按这个进度 十天之内 一切好 对 对对 好嘞 同志 你哪个单位的 天池公司 天池公司 我好像没听说过啊 你开什么玩笑啊 天池公司都不知道 这这还办展会呢 太不专业了吧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来来来 快快快 快请坐 请坐 行行行行 帮坐了 产品参展 有什么手艺 先别着急嘛 来 你可以先看看这个 展台费一万元 不贵嘛 每平米一万元 您这个意思是 嫌贵啊 我以为什么呀 我以为 每平米一万也不贵啊 我们天池有的是实力 这个 按先后的顺序 我就给您安排 第三十八号展台了 有多大平米啊 这个大小嘛 不限 您看这办 一万元 这我拿走了 这个 三天之内签合 过时不后啊 喂 你好你好你好 对对对 好的 我马上过去 好的 再见 一万哪 这不抢钱的吗这门 哦 坐 好 你请 不好意思 让你们跑一趟 陈小姐您太客气了 能为PMP这么大的公司服务 那真是在下的荣幸 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 Charles 有关的细节 你跟Charles谈就可以了 好的 是这样的 PMP公司首次来北京展出产品 也算是在中国大陆第一次亮相 因此要有相应的规模 当然 当然 不能少于三百平米 当然 当然 还有 希望能跟天池公司的展台 安排在一起 当然 当然 等等 天池公司和你们联系过了 天池公司 联系过 联系过 初步定了 他们在三十八号展台 那好 我们就定三十九号 当然 当然 我们就定三十五号展台 说 lac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郑 老郑 来 进来坐 来 王秘书 走走走 你有什么工作本来忙的 坐坐坐 算了 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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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话赶紧说 我这儿还忙着呢 我知道你忙 但是我觉得你再忙 你也应该请我吃顿饭 靠我靠我 瞧我猪杠 等我挣了大钱 我一定请你 这话多难听啊 看得越远 越容易忍受浮沉 既是迷雾将远方这段 追梦的脚步也不曾搁浅 一世为人 但当这寂寞悲欢 一身信仰 沉淀在轮回之间 也许前方任长路漫漫 心中的期盼 却从未间断 我愿迎这风雨向前 追寻生命里的灿烂 哪儿有知就该 遗忘不不见 哪怕天边 岂山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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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